好,所以开始录制了 OK 好,老师今天早上是弄的 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东西 刚好趁着雨泽他要报告他的论文的部分 所以老师把它弄成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基因体的比较方面的话 你应该怎么去认识他 所以老师做了 老师早上这边画图 其实我们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 对不对 就是在研究细菌 OK 其实我们其实要了解就是说 这个细菌是谁 对不对 然后 可能的话他有什么用处 那我们研究的方法就是分类学 那这个分类学的方法 分类学的方法 分就是比较 我们做各式各样的比较 那跟谁比较 跟已知的细菌比较 对不对 比较了结果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哪些是应该归在同一类的 对不对 分门别类 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分类学的发展呢 也就是从表现型 外观来看的 不管动植物到微生物 对不对 一开始一定是从形态 然后逐渐研究他的生理 生化代谢 化学组成 什么脂肪酸 对不对 急性脂肪 这些化学组成 然后再进步到遗传学 遗传学的时候 刚开始是在化学组成 比如说DNA的什么 ATGC的G加C的百分比 对不对 然后开始做比较的时候 就发明了这个DDDH 对不对 DNA跟DNA的杂交 然后你开始会定序之后 就开始出现了单一基因的 16SRNA的基因的比较 对不对 后来又出现了这个MLSA 他选了很多个基因 多个基因 多个基因 的序列比较 是不是 所以这边就开始做基因型的比较 OK 那现在进步到比较基因体 从基因体 解开基因体之后呢 去比较它 对不对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干嘛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个细菌 这个细菌 你要认识它 对不对 透过认识它 也许你就会发现 这个细菌有什么用途 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目的 我们找到了一些新的细菌 对不对 然后透过分类学的方法 去研究它 最后我可以认识这个细菌 这个细菌在 它那个生态环境里头 它到底在干什么事情 好不好 好 怎么研究它 怎么研究它 来这个地方 也就是比较基因体的方法 比较基因体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可是你要记得 我们的目的是分类 刚开始是为了分类 怎么 比较这些 跟它已知的细菌 相似的细菌 我们去比较它 就是为了把它分门别类 OK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你应该要告诉我说 你的基因体的品质 第一个 基因体的品质 对不对 不管你是送去生计公司 对不对 我们实验室自己送去定序的 自己定序 自己花钱 自己花钱定序的 或者是从NCBI 对不对 别人定序的 这个基因体的这个定序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找到了这个序列 到底品质好不好 对不对 然后当初老师有讲的部分 有三个地方 可以评估说 你的基因的品质好不好 比如说 好像是在NCBI吧 里面有这个 VAC screen 这个VAC就是载体 有没有载体的污染 有没有载体的污染 另外一个是这个 Easy BioCloud 韩国的那个Easy BioCloud 他用的是 Contaminate 16S 这个地方 他是看说 你的基因体里面的16S 是不是正常的 这边老师稍微解释一下 这是看16S 好 所以在基因体里面 在基因体里面 对不对 可能不止一个16S 这边有个16S 这边有个16S 这边也可能有个16S 他去比较说 这个互相之间的16S 他们之间的互相16S 是不是一致的 他的原理是这样子 如果他发现说 其中有一个16S 他跟他们都不像 对不对 所以这个16S 可能是来自于污染的 污染的 也就是说 你送去的DNA 那个DNA里面 可能是两支菌 两支菌 对不对 或三支菌 对不对 然后定序完 他帮你组装完之后 他就是 这个程式就是去让 他去比较说 里面有几个16S 这这个16S之间的相似性 应该是要接菌100%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表示说 你的DNA 刚开始送来的DNA 是有污染的 所以把别的细菌的16S 也算进去在里面 还有一个 就是MIGA 老师当初去年教的 来来来 MIGA 这个地方 MIGA MIGA这个网站 他也是评估 就是说 你16S的这个品质 这个品质 他们不晓得怎么去预测的 第一个就是完成率 他会评估完成率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定序呢 得到了一些counting 对不对 这些counting呢 也许 中间的这些漏掉的这个部分 所以那个完整度并不是很好 所以他会评估他的这个完成率 完成率 跟这个污染吧 这个老师之前教过 污染 来来来 老师换一下 投影片 等我一下 好 这个是小本人 这个是老师的资料夹 资料夹 这个是老师的资料夹 这个在投影片 就是老师讲过的一些讲义 这边21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是MIGA MIGA 然后我打开头影片 这个MIGA MIGA是长这个样子 MIGA 它就是AI那个实验室 Costas Lab里头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老师教过 而且它有影片 老师也拍过影片 你们可能要回去看以前的影片 所以它里面呢 就是有Types Trend 什么NCPI的这些预测 那其中有一个预测呢 其中有一个预测 它会把你的序列 取弄序列去看说 它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分类的这个预测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它可以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Quality品质 有没有品质 品质的预测 比如说它预测它的完整度 对不对 99.1% 这个是当初老师把CHR16丢进去 它预测它的完整度大概是99.1% 那污染呢大概是0.9% 很低 有没有 所以它的总的这个品质是94.6% 有没有 这个就是品质分析啊 就是我们 收集的这些序列的材料 对不对 我们至少要看一下说 我找了这个序列是不是有问题的 不是挂在网上的序列就一定是好的 对不对 或者是定序公司送款的序列是 是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做品质的 品质的这个部分 所以回去看一下这个MIGA的这个影片 然后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我再换回我的投影片 有没有 这样整理起来就会比较清楚 对不对 我要比的这些序列的品质 品质如何 苏联还记不记得 MIGA吗 上面这个 Const 16S 有点没印象 没印象没关系 老师做给你看 好 我之前也有讲过了 等我一下 Easy Bioclaw Easy Bioclaw 里面的Tours里面好像是Tours 里头 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Cortez 16S 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他说 这个程式是一个网路上的 是 透过网路就可以做分析的 的一种服务 对不对 他能够侦测 Detection 侦测 有可能的 potential 污染 在你的细菌 或者是 古细菌 The Draft Genome 对不对 Assembly 我们基因体的这个组装里面 那他的原理就是透过 16S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是当初品云找到的 他告诉我的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序列 丢进去他的database 他就会帮你找 你里面的菌弄里头 有几个16S 那个16S 如果你有两三个16S 那之间的16S 是不是百分之百一样 好 这样子有听懂了吗 宇泽有没有听懂啊 有啊 这个品云他们之前有讲过 他就品云有讲过对不对 对对对 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就是在做品质分析啦 我收集的材料 我要告诉人家说 我收集的这些序列 对不对 品质好不好啊 好 当我们决定好说 我们收集这些序列 对不对 品质很好 告诉人家很好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做这个基因的染色体基因体的这个图嘛 那用的就是CGview CGview 画这个圈圈图 对不对 他会帮我们预测我们的染色体基因体的这个图 用的层次就是CGview 这个没问题了吧 对不对 OK 而且你可以把你要比较的菌画在外圈里头去做 他的这个基因染色体的这个图 好 再来再来 对不对 再来 再来就是16S的速图嘛 16S的速图 那这边16S的速图就是说 他牵扯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 现在因为有很多是Genome Sequence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说有PCR 来的16S 跟从Genome来的16S 的这个速图啦 那其中从Genome来的16S速图就是这个 德国菌种中心的TYGS 里面有一个服务 对不对 他会把你的基因体里面的16S跟已知的 他们收集的基因体里面的16S去画速图 跟那个EasyBioCloud不一样 EasyBioCloud 它里面的16S大部分呢 都是从PCR来的 这样有理解吗 16S的部分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16S做PCR嘛 对不对 所以你做16SPCR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partial的啊 部分的啊 不完整啊 有点短啊 是不是 那然后有一个是从Genome来的 16S 这个是TYGS的 好 所以这是16S的部分 这样没有问题哦 杰敏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没有啊 16S啦 再来再来再来 第四个就是Cogin的速图啦 对不对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当初人家发展出来的时候啊 开始做多个基因的比较嘛 就是Mati Locus 多基因做的序列分析 对不对 啊 现在就是从基因体来做嘛 那我们家最常用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92基因速图啦 因为老师常常都用口语来表达 让你好记住 也让我自己好记住 对不对 OK 92速图 实际上不能这样讲 应该就是92个的核心基因 的这个序列 的这个演化素分析 也就是韩国的这个UBCG 对不对 UBCG的这个速图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德国菌种中心的 德国菌种中心的这个基因的这个速图 他有两个 有两个 一个是他把基因体 他其实应该是抵DDH的速图啦 他的原理应该是用抵DDH 去做的速图 另外一个呢用的是这个氨基酸 蛋白质的这个速图 预测的 OK 那我们去在这个网上做这个基因体的速图的时候 这个一定会给你 这个呢就不一定 这个是适用的嘛 那现在 是不是完全开放了 我也不知道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不是比一个基因啊 我是比好多个基因 所以呢 韩国的这个UBCG是挑了92个基因 去做比较 那德国菌种中心的TYGS 是把整个基因体里面的基因 去做比较 或者是里面所有的蛋白质氨基酸 去做速图比较 这样子的 多重基因的比较 第三个老师也讲过了 是Patrick Patrick这个网站里面呢 老师都是把它 记作这个500基因速图 实际上它是Codon Tree 它的原理 是用密码 用密码子去计算的 数 所以它叫做Codon Tree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从一个基因到很多个基因的 比较嘛 因为我们就在做比较啊 比较啊 比较啊 对不对 好 拿一堆基因去做比较 看谁和谁像 OK 所以在这个层次里头 我们至少知道有 韩国的 德国的 还有Patrick的 的这个速图 这边老师框一个框框 就是说这些速图呢 可以编辑的很漂亮 有一个程式就是Ital 画树的 可以把这个树 画成很漂亮的这个树图 不是单纯的 传统的这种树 它可以画成这样子 这个环形的这个树 环形的这个树 这是Ital的这个 树图的编辑平台 OK 好 好 到这个地方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就进到下一个咯 对不对 再来就是 是Orgi 还有Ogri Ogri 我写错了对不对 我要改一下 Ogri 哎 我东西丢哪里 哎呀 我的笔 我的笔记本 O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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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gri呢 它是 最后呢 比照那个参数嘛 Index 对不对 所以它是Overall 就是整个基因体的 比较所得到的一些参数 那这些参数呢 包括了 什么参数呢 参数的这个比较 第五个部分 你应该要学会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德国菌种中心 GGDC 的这个 DDDH 对不对 DNA的杂交 再来就是ANI ANI ANI ANI呢 有OSO ANI 对不对 在韩国的城市里头 它用的是OSO ANI 另外一个是J-Species 里面也可以计算 再来第三个 平均氨基酸的 相似性 对不对 我们用的是Costalate Costalate 第四个呢 是PoCP 这个是算数的 新属的 这个好像 没有一个好用的城市 所以这个地方 那个Edgar说有 可是 当初小杨说 这个Edgar有问题 算的是有问题 老师有自己计算的方法 那个要手工算 第四个呢 是Tetra 四核肝酸的 出现频率 对不对 它跟这个ANI一样 是J-Species 所以是什么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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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AL GENOME的 Related Index OVERAL GENOME的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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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好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老师弄了这个流程的这个草图 你不会的部分 要回去对老师之前的那些影片 那样懂意思吗 老师之前放在网路上那些教学影片 去了解它的原理 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东西 好 再来 哎呦呦对不起 跑掉了 好 再来第五个部分就是 Cold Genome Pan Genome的这个比较 对不对 基因体 有多少个基因是大家都有的 对不对 或者是有些基因体里面 哪些基因是你独特有的 就是在做这个Pancor Genome的这个分析 对不对 画成这个圈圈图 Edgar Edgar 的这个程式 另外老师教过这个Osoventu 的这个程式 对不对 他可以画这个圈圈图 那这个Pan Genome Cold Genome除了看他说的这个核心基因 大家都有的 对不对 或者是整个泛基因体的这个分析 你可以去看它的是Open Genome 或者是Closed Genome 这个是在演化上 可以去探讨的这个事情 同一属你要比较的细菌 它们的基因体是Open的还是Closed的 对不对 另外我们一直还没解决的 因为这个大概只能画六到七个圈圈 我们想要画这种向日葵图 我们想要画这种向日葵图 到现在还没解决嘛 对不对 天命 对 向日葵不晓得怎么画 好 没关系 我们以后会慢慢解决它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可以画更多的同一属细菌的基因体 你可以看出核心基因 对不对 以及它的这个Unique独特的基因 花瓣 跟花蕊 这个差异 第七个呢 第七个也是基因体的比较 这个Stop Blunt 你把A菌跟B菌 A菌的基因体放这个地方 ATGC排列 对不对 B菌 B菌的ATGC排列 然后相同的地方 它就会打点 打点 所以打点的意思呢 就是出现一致性的 一致性 所以这个点越密集 或者是拉得越长 就表示这两个细菌在基因体 越相似 所以这个是用DoubleR的方式来比较就是说基因体 之间的这个相似性 如果这两个细菌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话 这个点呢就很少 45度角的这个点就很少 对不对 那如果很一致的话 这个点就会连成线 连成线 所以可以比较说两个基因体 两织菌的基因体 之间的相似性 好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 这个部分是基本的基因体比较的部分 对不对 你要判断说我们的细菌 到底从基因体来看 然后跟它相似的细菌 同一属的 或者是同一颗的细菌来看 对不对 我们到底是不是一种新的细菌 然后新在什么地方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理解 有 有 所以再来就要解敏毕业了 解敏都会吗 这些东西 大部分都会 那个MIGA那个我有点忘记 MIGA 所以回去看影片 老师有影片 那好像是我们之前 在做那个什么 KIMERA的时候做的吧 我不记得了 对啊 就是那个序列那个有问题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的YouTube在哪里 有啦 YouTube里面是有MIGA那个影片 有啊 那是MIGA的其中一个功能 对 你把你的举动丢进去以后呢 他会帮你算完整完成度啦 然后污染 然后给你评估一个就是说你的 你的这个序列的总品质是多少 这样懂意思吗 原理是什么 我不知道耶 因为老师没去看原始的paper 所以这个是一种品质 品质的分析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会的 比较基因体的部分 再下来 再下来 再下来的比较呢 就是功能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的基因 然后透过不同的注解系统 然后注解它是什么功能 然后这些功能呢 就会分门类别 对不对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REST 这个圆柄图 是不是 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各种功能性的基因 在碳代谢 氮代谢 硫代谢 这些代谢 或者是分泌 或者是抗菌 这些各种功能 对不对 各占多少比例 有没有 各占多少比例 你也可以比较说你跟你相似的菌 在这些基因组成上的相似性 对不对 那除了REST上 我们最常用的另外一个就是 KGG 对不对 你可以把你的序列丢到KGG里面 然后你可以完成列表 这个也可以列表 图根表 图根表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EggNog 你利用EggNog的这个方式 OK 或者是COG跟GO 那你至少要汇这个 REST KGG 跟EggNog 有没有 去整理说 我的基因体里面 哪一类的基因有多少percent 哪一类的基因有多少percent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最近才 把它试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 Teta 对不对 它也是从这个注解里头 然后它挑出了一些表现型 预测一些表现型 然后呢 用那个 那个热图的方式 来比较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要去做练习了 好 所以这个可以取代 就是我们传统做实验 做什么生化 生化套组啊 这些分析里头 做比较 好 好 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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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再下来就是我们看代谢 代谢的这个部分 代谢的部分 上次语泽已经做整理了嘛 对不对 你总要有一个总代谢图 对不对 比较代谢上的差异嘛 那我们用的程式是IPAS跟KEGGMapper 这个你在老师的那个网站里头都可以找到这个教学 有没有 然后从这个图里面你可以找到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一些次代谢图 比如说碳代谢啦 氮代谢啊 磷代谢 硫代谢啊 等等等 有没有 不一样的地方 从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想要说明的 就是说 我们的菌呢 在代谢上 跟相似的细菌 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这个东西跟生态演化上 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性 你可不可以说成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 你应该要会的就是这个 碳水化合物分解的这个CADSign 对不对 因为碳水化合物是食物啊 食物的来源嘛 对不对 所以他会帮你预测说你的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水解啦 降解啦 分成六大类的这个 六大类的这个酵素群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比较说 你的基因体里面有多少percent是参与这个碳水化合物 分解的 然后呢 这六大类的分布是什么 多少 好 到这个地方没问题 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了解说细菌 它的碳水化合物 占它的基因比重 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降解 占它的基因比重多少percent 对不对 比如说有的细菌 专门吃碳水化合物的啊 分解什么纤维素 几丁子啊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它在它的基因体里面有一大堆这些 K-Zine 那有的细菌根本不吃这些东西啊 所以它的K-Zine的数目就比较少 对不对 然后它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酵素分做六大类 它们的比例是怎么样 跟它相似的细菌的比例 这关系是什么 好 另外一个代谢呢 就是在做这个 生态酶或者是蛋白酶 这个地方 生态酶 这个用的程式是那个Murrows 对不对 Murrows 我也忘记了 我看一下 在后面 这个地方 N-E-R-O-P-S 这个是预测说细菌里面的基因体里面 有关于蛋白酶跟生态酶 这个预测的这个程式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分解生态 分解蛋白酶的 这个东西跟食物也有关系 对不对 有的细菌可能会分解 细胞外的一些蛋白质啊 生态啊 变成氨基酸啊 然后运送去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Murrows 的这个预测 好 到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边就是说 看说我的细菌 跟我相似的细菌 对不对 从总代谢 然后各种次代谢 之间 到底有没有独特的地方 我们透过 其实就是KGG的这个方式 代谢图 来理解它 另外就是说 我把我的基因体去看 专门去看碳水化合物啊 的分解啦 的这些酵素啦 或者是蛋白质 生态分解的这个酵素 它到底 是什么样的组成 对不对 有些细菌 你去分析Murrows 你就发现说 哇 它一大堆蛋白酶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推测说 它的食物来源 可能是主要是蛋白酶 对不对 然后它比较不吃碳水化合物 KZ比较少 好 所以到这个地方 就是代谢的部分 再来 再来 再来就是次分项的一些故事了 老师当初带你们做过的练习 就是语则放在它论文里头的 再来细分的故事 对不对 比如说看G加C%这个地方 有的细菌G加C%比较高啊 或者是比较低啊 我们家做的细菌 大概都是这样子啦 有没有 很高的 六十几 七十percent 或者是像flable 可能四十几percent 对不对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把它延伸出来 我分析它的基因体以后 发现它的G加C% 偏高或偏低啊 有没有 那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延伸出一些故事 来讲 对不对 第一个你就要看说 这个G加C的这个百分比 会不会影响 这六十一个氨基酸的密码值 有没有 这六十一个氨基酸的密码值 有没有受到这个的影响 再来第二个 起始密码 对不对 也会不会受到这个GC%的影响 第三个 停止密码 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是对密码值的影响 刚好就加起来就六十四个 对不对 六十四个cordon 密码值的影响 好 这个地方我们会再进一步分析 氨基酸的密码值 六十一个密码值 对不对 这六十一个密码值 有没有 这三个字 密码值是三个字嘛 所以老师画在这个地方 三个字 三个字 OK OK 他的G加C G或者是C 所占的这个百分比 OK 那老师当初用了一个很口语的 什么GC1 GC2 跟GC3 实际上不能这样讲 这是老师的口语 懂吗 所以看那个paper好像是说三个密码的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跟第三个 第三个位置 他的GC的这个百分比 因为老师为了帮助自己记忆啊 或者是帮助你理解 所以我用了一个 可能不是人家专有的这个名词 像宇泽有懂意思吗 那个GC1 GC2 GC3 好像不是paper 你要看原始的paper 他到底是怎么称呼的 然后宇泽我建议你啦 宇泽你有听到吗 有 有 你这个可以把它表示成这个样子 画三个框框 然后把百分比 把它呈现出来 你除了 你之前不是用那个什么 这个bar的这个图吗 跟这个什么 线条图有没有 你可以另外再画一个这个图 结论啊 比如说第一个 居家系占几percent 比如说90percent 第二个占80percent 第三个是95percent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 他对这个第三个密码 在第三个位置 密码的第三个位置 他的GC的百分比 是比较高的 这样没问题 这是看这61个氨基酸的密码 对不对 从这边延伸下来的 再来就是延伸下来的 对不对 他对这个氨基酸的密码值 有这个影响 就会影响到氨基酸的这个使用啊 对不对 这个使用呢 其实雨泽你可以画成雷达图 会比较好看 雷达图 可是雷达图他会把后面的都遮掉了 我不知道 因为老师看人家paper用的雷达图蛮好看 来来来这个地方 就是20种氨基酸 20种氨基酸 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看 就是说这个都没关系 我就看这样的图 每一种氨基酸 他的这个 占比 跟E.coli 比如说E.coli是红色的 对吗 E.coli是红色的 假设 啊我的细菌 是黄色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他在哪些氨基酸啊 哪些氨基酸用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雷达图我有画 之前有画过 他占比多的 他会把占比少的直接遮掉 占比多的把占比少的遮掉 对啊 他被达图要覆盖的那个范围 他会直接把 你在那个部分占比较少的 他就直接遮掉 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画 我的SDR 他的占比 E.coli 你的意思会跌图 会被遮掉吗 对 他折叠图会被遮掉 那E.coli这样子 分开画 好 其实老师在意的地方 就是说 你都用很粗糙的那个 直条图啦 懂意思吗 因为我们现在表现的 就是我的论文 那又好看一点啊 这个图我可以选不同的这个图形嘛 不要说大家全部都用直条图 然后全部都用表格 懂意思吗 我有别的图形 来表示啊 你自己思考一下 不要偷懒全部都用直条图 我们可以进一步 看人家的图都画这么漂亮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看 可不可以画 比较漂亮一点的这个图啊 我之前画 所以这个是 SDR和E.coli 所以就是有看到一些差异啊 对 但是如果再多画 他就整个就 他连点都会 就会盖起来 什么多画 那你就不要 表现 SDR跟E.coli之间啊 嗯 你不要五个菌 全部画在一起啊 哦 有懂意思吗 我可以分成五个图来画 怎么样比较好讲一个故事 吸引人的故事 比较好看的图片 不要全部都用长条图 对 不要全部都用长条图 好 没有变化性 OK 不要偷懒全部都用长条图 好 有别的图形 我们用别的图形 来做啊 OK 这样理解 不要人家看了整本论文 你就是表格跟长条图 就两种 我们只会这两种 对不对 有别的图形 更好说明的 我们就用别的图形了 好 就回到这个地方 哎呦 好 好 老师这边要讲 就是说我除了前面的这个地方啊 比较基因体啊 哎呦 有没有 比较基因体的这个地方 从基本功嘛 对不对 这些比较 然后我去比较说 哎 他的基因注解 占的百分比 然后去比较他的这个代谢 比较完了之后呢 我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G加西这个地方 哎呦 我没有打出来是不是 抱歉 你们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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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跳回来 跳回来 有没有 好 那个那些基本的一些比较 完了之后 我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我比较他的G加西 的百分比啊 对这个密码脂胺基酸 的这个影响 好 好 再来进一步你还可以比较些什么东西呢 水平基因转移啊 这个老师要再重讲一遍 对不对 我还没空讲 这个地方 水平基因转移 就是结合 结合转型跟传导 也就是基因导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跟G加西也是有关系的 G加西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老师那边画一个图 基因导就是说 他怎么预测 这个基因 这些基因是外来的呢 就是跟旁边的这些G加西去做比较啊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G加西是70% 70% 然后突然有一段变成30% 很怪啊 这一段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可能是外来的啊 从水平基因转移来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基因导啊 所以这边 老师应该还会在讲基因导的这个预测 对不对 然后前面呢 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的 原氏菌体的这个预测 Prophage 原氏菌体Prophage 的预测 那老师教过那个Fest跟Faster 这两个层次 对不对 所以他我们在看说那个细菌在演化的过程中 他受到氏菌体的感染啊 有些氏菌体变成原氏菌体 插入在他的染色体之中 有没有啊这边其实都在讲演化的故事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想要了解这个细菌的演化跟生态的轨迹 OK 所以这个一二对不对 这个CRISPR 这个CAS系统这个老师也讲过 CRISPR跟CAS这个系统的这个预测 就是看说 就是看说这个细菌呢 在演化的过程中 他对某些氏菌体的免疫系统 就老师画了一个图啊 这个就是氏菌体 对不对 氏菌体的DNA会跑进来 然后这个CAS的CRISPR系统 他就像剪刀一样 他会辨认这些氏菌体的这个基因 然后把它剪断 让他不会受到感染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理解 柏维知道吗 柏维 柏维 他写在荧幕上 有有有 不能够用外科 好 再来老师也教过了就是 transposing或者是insertion sequence 就转位置 跳到基因跟插入序列的这个预测 对不对 去看我的基因体里面有哪些地方 是会跳的这些基因 然后被插入了这些基因的 这个序列的这个预测 OK 好 第四个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的 就是抗性的这些基因 比如说抗抗生素的这些基因 抗重金属的这些基因 好 所以这边两个故事 就是我在研究基因体基础的一些比较什么代谢的比较完之后 我可能会挑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分析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GGC% 或者是细菌在演化的过程中 对不对 或者在它的生态环境里头 它的水平基因转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OK 然后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 这个都是专项的研究 OK 再来就是老师讲过的secreton 分泌体对不对 secreton分泌 也就是有些蛋白质会分泌到细胞外面 那分泌到细胞外面 它可能是酵素 分解酵素 对不对 把大分子分解完之后 变成小分子 才能送进来 所以分泌到细胞外的这些蛋白质是蛮重要的 功能上是蛮重要的 你想要了解说这个细菌 可以利用环境里面的哪些基质 对不对 大分子把它分解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的研究 或者是有些蛋白质是分泌 然后变成细胞膜上的蛋白 对不对 它分泌出去 然后卡在细胞膜上 所以这些细胞膜上的蛋白质 可能对它接受讯息 外界的讯息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成为一些细胞膜的蛋白质 然后变成通道 对不对 管控物质的这个进出 然后我可以透过这个分泌的这个研究 然后这个分泌的研究呢 宇泽上次就是这个我们做过的练习 对不对 有两个练习 做分泌的研究 第一个呢 你研究的就是这些分泌的蛋白质 OK 那怎么知道它会分泌出去 因为分泌出去的蛋白质就会有signal peptide 信号生态 这个信号生态通常是在蛋白质的N端的这个地方 N端的地方会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组的排列顺序 所以有这些蛋白质 不是 有这些氨基酸的信号的时候 它就会被分泌出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的程式是这个 signal IP 对不对 它会把你的基因体里面找出来 有这些信号生态的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预测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会分泌出去的蛋白质 在你的基因体的总数是多少 占多少percent 对吗 有懂意思吗 基因体可能有4000个蛋白 对不对 里面有500个蛋白是分泌出去的 所以它占多少percent 你可以去知道说 有哪会分泌出去的蛋白 有多少个蛋白 然后它在基因体里头占多少percent 然后它的这个分类呢 就是说它带有了这个讯号生态 分成三种 Lipo SP跟Tat 这三种讯号生态 所以这个东西预测完之后 老师当初带你做的时候 是做成这个样子 你不可以把它 这个地方 我把基因体的氨基酸序列 我把基因体的氨基酸序列 丢进去Signal IP之后 对不对 它就会帮我找出这些氨基酸的序列里面 有哪些是分泌的蛋白质 有多少个占多少percent 对不对 然后它是用哪个讯号生态 这三个讯号生态 分泌出去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得到一个土 这个土就是这个土 当初我们做的 所以蓝色的地方就是说 我总共有多少个蛋白质 对不对 会分泌出去 这边的刻度不对 比如说有603个蛋白质 会分泌出去 然后分泌出去这些蛋白质 有多少是用Lipo的讯号生态 第二个用SP的讯号生态 第三个用TED 有没有 这三个加起来要等于它 这三个加起来要等于它 这个是用Signal 到这个地方 是用Signal IP预测出来 Signal P 那个I是L 而且这个应该是E 就是100% 它应该用percent 对对对 用相对 相对值 我是用相对值 对它是用E 我是用相对值来弄 所以到这个地方有理解吗 就是说我现在只是知道说 有多少个蛋白质 几percent的蛋白质会分泌出去 然后他们的头是什么头 然后接下来才是 我要去认识说 这些蛋白质用这些头 分泌出去以后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想要知道这些分泌的蛋白质 是什么功能 对不对 那你就要用这些东西去理解它 去找它的功能 OK 好 第一种就是hypercentical protein 占多少个 看起来是蛋白质 可是在注解系统 它根本注解不出来 所以它就变成一种 hypercentical protein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再来这个图才是这个 这边是在讲功能了 功能 比如说603个蛋白质里面 里面有多少个蛋白质 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注解系统 它根本不认识 它是什么功能 有没有 所以呢 它被注解成hypercentical protein 注解成 注解成这个地方蓝色的hypercentical protein 有没有 它是个蛋白啊 可是功能我根本 透过注解系统我没办法知道啊 然后呢 再来 我把这些东西丢进去cadine以后 有没有 我把这些会分泌的这些蛋白质 丢进去cadine以后呢 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蛋白质里面有 有几个是参与在碳水化合物的 的分解上 有没有 所以就得到这个图啊 这个图 有没有 secretion cadine 有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 占这么少 分泌出来的蛋白质 是参与碳水化合物的分解 这样理解了吗 然后呢 再来 我把它丢到那个mural system里头 这会预测蛋白质嘛 生态 蛋白质 对不对 我丢进去以后呢 我发现 我这边603个蛋白质里面 只有这些蛋白质 是 会分解蛋白质的 它被预测 它是一种蛋白质 然后呢 我又把它丢进去 这个系统里头 这个老师当初做的练习哦 你回去看那个影片 这个TNHNN 这个呢 是预测磨蛋白的 membrane protein 这个蛋白质呢 分泌呢 最后呢 是卡在细胞膜上的 磨蛋白的 对不对 所以预测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membrane protein 这个地方 membrane protein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这603个蛋白 它的功能是什么 功能是什么 有些是不知道功能的 什么 透过基因体的这个预测 我不知道功能 它没办法注解 变成hypothelical protein 对不对 然后透过注解系统 我找出有多少的是 碳水化合物分解的 有些呢 是蛋白酶 分解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细菌好像 碳水化合物的这个 分解酵素 分泌出去的酵素 比较少 对不对 蛋白酶分解出去的酵素 是比较多 所以它的口味 是偏向 比较喜欢 从这个环境里头 分解蛋白质 能量来源 OK 那你会问说 这个全部加起来 会等于它吗 不一定 所以最后呢 应该还要有一个 就是其他的 Other Other 你才会等于603 孙老师 我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这张图 如果那个什么 诺文要放 要放AV图 对 要放AV图 当初要切掉 老师当初就是 把所有的东西 就放在 要把这个绿色线这里 可是我们要表达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拆成 两个图 第一个就是看 有多少个蛋白质 会分泌出去 然后它的讯号生态 是哪三种 这样可以 然后呢 这些蛋白质 会分泌出去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那我去做了 这些分析以后呢 发现有些是蛋白酶 蛋白酶 有些是碳水化合物 有些呢 是磨蛋白 它可能参与 细胞的这个讯号 或者是通道运输 对不对 有些呢 是没办法触解出来的 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你这样全部加起来 才会变成603了 所以应该要拆开来看 这样雨泽有听懂了吗 雨泽你有没有听懂啊 好我们再回来一下 再回来这个地方 有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是先预测 Signal P 不是Signal IP 需要谁来讲 Signal P Signal P 然后再来就是功能 功能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 功能的预测啊 比如说AgNOG 有没有 AgNOG会把基因注解啊 会做基因的注解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 我找到的603个 这些分泌蛋白质 特别把它抓出来 当初就来做这件事情了 然后丢到什么AgNOG啊 注解出来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 你会发现说 有些根本注不出来的 所以它就变成 Hypersilical Protein 对不对 然后我丢到特别的注解系统啊 比如说Merox 看蛋白酶啊 K-Zine啊 碳水化合物啊 或者是磨蛋白的预测啊 有没有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分泌出去的蛋白质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性呢 预测 这样子有懂意思了吗 我先要预测 有多少个蛋白质会分泌出去啊 是用什么方法分泌出去的啊 然后再预测说 它分泌的蛋白质 有哪些特殊的功能啊 再来就是你上次讲的 第二个部分 分泌的机制啊 这些蛋白质要分泌出去 这些蛋白质 对不对 细胞里头的这些蛋白质 然后它有一个特殊的头啊 对不对 它要分泌到细胞外的时候 所以这个细胞的膜上就有一个系统啊 把这些蛋白质分泌出去啊 所以呢在那个KEGG里头 KEEGG里头 它有一个图就是帮我们整理的啊 它会从你的基因体里头预测说你的分泌系统 是什么分泌系统啊 所以它有时候会找到找出一些特别的分泌系统啊 也就是从Type1到Type10吧 还是Type9 很多 徐老师你记不记得 Type1到TypeG啊 然后有些分泌系统呢 是跟致病跟共生有关的 所以就老师画了卡通图在这里啊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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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已经忘记了哪一个系统 有没有 细菌的分泌系统就像注射针一样 老师画了细菌注射针 所以呢 它可能会感染另外一个细菌 或者是宿主的细胞 透过这个分泌系统 TypeG啊 然后我忘了 徐老师你记不记得 Type6吗 还是Type什么 我忘记跟斯彌 但是那个什么 REST也有 REST也有 可是KGG的好处是 它那个图很漂亮 对 它的图很漂亮 但它有没有把每个GIN list出来 要再弄表 如果是要表的话 就是要另外整理 KGG是一个很漂亮的图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 看出它的这个分泌的机制 去了解 有些菌呢 它可能参与到共生 或者是致病的过程 它如果有那个特殊的分泌系统 莱拉宇泽 老师去倒杯茶 你把你的那个 这个图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去倒杯茶 等我一下 分泌系统的用 对对对 就KGG的那个 就是你上次那个有画 彩色图的那一个 分泌系统的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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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沒有 對 剛才那個圖啊 所以有些像注射針嘛 Type幾啊 Type6跟Type4嗎 看起來好像注射針的 還有另外Type3嗎 對 Type3 這些東西呢有沒有像一個注射針 注射針 所以你看一下它這個地方 比如說Type3的地方有沒有寫一個host sale 你指給大家看這個地方 Type3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寫宿主細胞 host sale 來 你箭頭再指過來一點點 你是PPT 你是PPT可以放大 好像用右鍵 對對對 有看到了嗎 host sale 這個灰色的就是membrane 對對對 宿主細胞 然後細胞膜嘛 plasma membrane對不對 所以這個分泌系統就像注射針一樣 它可以插入宿主細胞 然後把一些蛋白質就下面這個箭頭 透過這個注射針筒 就打到宿主細胞裡頭去啊 所以它會影響到宿主細胞的 生理情況啊 有沒有 所以就是Type3跟Type 是吧 這個是Type4 對不對 跟Type6 你再把它縮小 有沒有 比如說SDI 我們這樣看起來 它 它的分泌系統呢 就是Type1 只有一個紅的嘛 非常的不完整 對不對 然後它的分泌系統呢 是後面兩個有沒有 一個是SACSRP 另外一個是TET 有沒有 TET OK 所以下來下一頁 下一頁 你的分泌啦 對對對 這個圖啊 這個圖你還沒改 這個圖你還沒改 這個我還沒改 你還沒改到對不對 對 所以你 橘色跟灰色的 你指一下 橘色跟灰色的 對 文字說明的地方 右手邊 橘色和灰色這個 SAC 有沒有 SAC SP 就是你其中的一個分泌系統嘛 對不對 然後在黃色的TET 分泌系統有沒有 所以我們的分泌系統主要就是 透過這種訊號生態 然後走那兩個途徑 分泌出去的啊 這樣子 你理解了嗎 理解 我們沒有那種特殊的 的那個 分泌機制可以感染 別的細胞 或者跟別的細胞共生 這種分泌系統 好 所以再回到老師的這個地方 好 好 所以這個是透過基因體裡面這些 基因 對不對 我們透過這樣的分析 去瞭解說 有什麼東西會分泌出去啊 然後它是走哪一個系統 分泌出去的啊 好 再來就是老師之前有講過的啦 就是運輸系統 因為KGG有一個圖 就是專門 他會把這些細菌的運輸系統 這些磨蛋白去做一個 比較的一個大圖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 可以預測說 有什麼樣的營養 會被運輸到細胞裡頭 對不對 吃什麼東西 所以從這裡面的分析 你可以知道說 分泌了哪些東西 出去 對不對 比如說蛋白鎂 多糖降解的這些酵素 所以你可以預測這個細菌 會吃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然後透過分泌系統的機制 你可以知道說 它用什麼機制分泌出去的啊 然後它有沒有致病 共生的這些能力啊 有沒有 也就是它在演化生態 對不對 然後透過運輸系統 你可以了解這個細菌吃什麼 我們在講這樣子的故事 好 好 再下來 再下來 再下來老師做過的練習 一個是基因的長度 基因就是蛋白質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不是有發現說 基因體裡面有一些超大的基因 或者是超大的蛋白質 特別大 有沒有 不合理 特別的大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會延續到另外一個 就是抗菌這個地方 這些超大的蛋白質 超大的基因呢 通常它是負責細菌的抗生素 抗菌物質的生產 然後它使用的這個 預測的程式呢 是個anti-smart 你可以預測說 這個細菌會不會有抗菌 抗菌的能力 有沒有它會不會製造出一些抗菌的這些物質 所以它會不會抗菌 這個抗菌就有應用性了 所以你可以透過說去瞭解說 我的基因體裡面的這些基因 或者是這些蛋白質的長度 有沒有 那時候老師在教啊 樹林應該還記得 有沒有 教這個 box plot 還記不記得 相形圖 然後呢 這個叫什麼磁 離群磁 對 離群磁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會找到說 有一些蛋白質超大的超大的 蛋白質跟基因 對不對 然後這些東西我們要連結到的 就是anti-smart anti-smart 我可能要另外再重新再講一遍 這個anti-smart anti-smart anti-smart 來我放一下 我的投影片 滴豆啊 六十五 等我換一下投影片 有了有了 anti-smart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anti-smart 老師的 投影片的編號是六十五個 第六十五個投影片 所以應該有錄過影片的 anti-smart呢長什麼樣子我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 一個細菌有數千個基因 對不對 這些基因或者蛋白質的長度 是常態分布嗎 老師當初在教這個東西 有沒有 然後呢就做出來 做出來 做出來 這樣子的結果有沒有 哦 哦 它的分布圖 分布圖 對不對 相形圖 離群值 所以有一些超大的基因啊 這些超大的基因 常常是幹嘛的呢 這些超大的基因 常常是 這些抗生素 產生抗生素 這些抗菌物質 這些抗菌物質 的基因存在 哦 那怎麼預測這些抗菌物質的存在呢 誰產生抗生素啊 對不對 哦 這預測呢 就是後面老師教到的這個 這個 在哪裡 這個 anti-smart 有沒有 anti-smart 它是預測抗生素 antibiotic 跟一些二級的代謝物 哦 的分析的這個程式 anti-smart 所以老師當初有叫 怎麼樣把你的序列丟進去啊 序列丟進去啊 序列丟進去啊 就是這個anti-smart 所以他就會預測出 你有哪些 哦 是 可能會產生抗生素 哦 哪些類別的 這些東西 哦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條路啦 我再回來 我的東西在哪 我的東西在哪 所以這邊是從基因的長度 基因的蛋白質的這個長度 連結到 我們去找說這個細菌的應用性啊 它有沒有抗菌啊 的應用性啊 哦 好啊另外一個老師也教過的東西 就是基因體的大小分析啦 對不對 哦 就是說我的基因體是多少個百萬減低隊啊 多少個megabase嘛 對不對 從這個基因體的大小 你可以預測它到底是屬於共生 還是艱性的治病 還是自由生活的 所以如果基因體越大的話 它就越偏向自由生活嘛 基因體越小的話它就偏向共生嘛 專性共生 有沒有 比如說大腸感菌大概就是肩性的 它就是5megabase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基因的 基因體的大小啊 跟那時候講的那個假基因啊 许多菌 假基因 這個是屬於演化生態的 你要講演化生態的固執的時候 去探討說它生長在這個環境裡頭 它是共生菌啊 還是治病菌啊 還是自由生活 細菌啊 之間的這個故事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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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你從前面的分析裡頭 你可能會找到某些 很有趣的蛋白質 某些有趣的蛋白質 我從前面的比較過程中啊 比如說我們前面呢就發現說 它具有光合作用 這個細菌具有光 光合作用啊 假設對不對 你找到說它裡面有一些光合作用的 這個酵素啊 那如果找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可以做什麼分析呢 第一個就是 一級序列的比較 就是氨基酸的序列啊 就是氨基酸的序列啊 蛋白結構的就是一級就是氨基酸序列嘛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菌呢 跟零近的這個細菌 對不對 同樣具有光合的某一個基因去做演化素的分析嘛 對不對 啊另外呢 你可以去做這個基因組成啊 不是基因組成啊 基因群 基因的這個排列順序的這個圖啊 就告訴人家說我的細菌有光合作用的基因耶 或者是流代謝這個基因耶 然後呢 他跟其他的細菌在蛋白質的相似性如何 演化關係是如何 然後他在這個基因的排列順序的關係是如何 啊 這個是一級序列的部分啊 那二級到三級序列的部分 老師好像還沒教 不過我前面有教過就是這個 Ambos Ambos裡面一個系統啊 他可以分析什麼氨基酸組成啊 我們的氨基酸組成啊 就是用這個Ambos分析的 底澤是不是啊 Ambos 裡面的一個東西去分析了 我也忘了 余哲 嘿 你的密碼子怎麼分析出氨基酸的組成 欸對 我不知道 你論文到底寫好 還沒 還沒 你要把你帶你的練習 你真的很偷懶 我帶你的練習 你要把裡面形成文字 好 你不能把那個練習作業就弄一弄就弄出去了 到底是怎麼做的 對不對 那基酸丟住那個KGG啊 然後他就會 他會提交一個檔案回來 然後回來之後自己再拿去分析 自己再計算 是KGG嗎 傑敏你記不記得 我怎麼記得不是KGG啊 這個Ambos我好像還沒有做過 有啦 當初你有做啦 Ambos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畫那個黑黑的那個圖 我還記得 密碼使用頻率跟氨基酸的那個使用頻率 那個地方交的 就是那個黑黑的很像那個心電圖的那個黑黑的那個 對對對 對對對對 光光光 我看一下 那我換一下 老師的投影片40這個地方 Ambos 什麼Pestas這個地方 然後呢去預測 預測 欸 氨基酸 是不是用這個 氨基酸的這個 對 有沒有 然後才預測出這個氨基酸的百分比 不是百分比 他的這個使用頻率 有沒有 然後他還可以預測 當初做這個東西啊 你記不記得 有 然後做出這個黑黑的這個圖啊 你不是問我那個黑黑的圖在看什麼東西 對對對 這個呢就是在看那個 一級序列在過多二級序列的時候 我們去預測說 這個氨基酸裡面 氨基酸的這個排列順序裡頭 欸 為什麼變播放 等一下 我看怎麼播放 擋住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 他會把你的氨基酸啊 啊 比如說那個方香組的 氨基酸 這個地方有看到我 我的 我的滑鼠咧 有沒有 看不到我的滑鼠 欸我播放完以後怎麼滑鼠就不見了 你有看到我的滑鼠嗎 嗯 沒有 而且你停 你就是停留在那個畫面 他也沒有播放 啊 好吧 可以出來 這樣子才有看到對不對 對 比如說方香組的氨基酸的位置啊 然後什麼非極性氨基酸啊 什麼極性氨基酸的位置有沒有 這些東西 然後帶有charge的 電荷的氨基酸的這個位置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當初從有一篇paper裡面看到的 啊 然後就是在amble裡面的這個分析 比如說输水性的這個地方 預測膜蛋白 這個這個 預測膜蛋白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在講什麼東西呢 這回到我的講義裡頭 太複雜了 老師在講這個東西 當我找到了一些特殊的有趣的蛋白質對不對 我從一級的這個蛋白結構也就是氨基酸序列 比較了相似性 然後 我也可以比較基因的排列順序 然後我可以開始比較二級的這個序列 二級的序列呢 就是 比如說那個alpha螺旋跟beta折板的預測 這個我好像還沒教 我把我的一級序列預測 什麼地方是alpha螺旋 什麼地方是beta折板 然後過渡到第三個部分 哎呀 第三個部分 預測成3D圖 3D的這個立體構造 有沒有 那我就可以找出這個蛋白質的活性中心在什麼地方 他怎麼催化的 啊 OK 這個我好像還沒教 因為呢 這個最有名的城市是pimo 上次是柏維講的嗎 我忘了 還是 雨竹那個 誰講的 美琴 美琴嗎 我忘了 那個 講什麼 那個Omicron的那個預測 還是什麼東西啊 他在講那個 COVID-19那個 那個Omicron的預測 對 美琴 對 不是美琴講的 也不是柏維講的 我忘了 不是 是美琴那個 對 就是說我找到一個 我從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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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呢 我找到一個我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蛋白質啊 我想要了解這個蛋白質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從一級序列 摺疊成二級序列 摺疊成三級序列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立體的 3D圖啊 這個蛋白質是怎麼摺疊 它的活性中心怎麼催化的 就是那個最有名的城市pimo 怎麼使用那個東西 好 所以我講完了啦 老師最後要講就是說 我們回到第一耶 回到第一耶 有沒有 我是誰啊 對不對 你怎麼認識這個細菌啊 懂意思嗎 科學家 你們就是科學家啊 怎麼認識一個 這麼可愛的一個細菌 它到底在幹嘛 它是誰啊 它做什麼用啊 我們就在那邊超級比一比 懂嗎 科學家就在那邊 比來比去 比來比去 然後找出一些說 比較以後你發現說 哪些東西是特別有趣的 你特別有興趣的 的部分 去認識它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記憶體的比較 第一個就是 分類學的基本比較啊 什麼16S速圖 對不對 Colgene的速圖 然後什麼 ANIDDH 那個都是最基本的 Pengenone 對不對 然後再進一步就是去說 你怎麼代謝的啦 你有哪些代謝系統 對不對 你跟別的細菌來比的話 你的代謝系統 奇怪在什麼地方 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對不對 或者是你對細菌的演化 很有興趣啊 我想要知道它的 G加C百分比 對那個密碼的使用 氨基酸的使用啊 特別有興趣啊 或者我想要知道說 細菌在長期演化的過程中 對不對 它是不是從水平基因 轉移過來很多的這些基因 填充到它的身體裡頭 才變成現代這個細菌 或者你想要知道說 這個細菌吃什麼東西啊 它怎麼運輸營養的 怎麼分泌東西去分解食物的 這樣子有理解了嗎 我就是在畫這個圖啊 我怎麼去認識這個細菌 透過比較基因體 從基礎的比較 代謝的比較 注解的比較 或者是演化上的比較 或者是分泌運輸的比較 去認識這個細菌 對不對 然後看 從這些東西你看它 到底有沒有什麼用途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啊 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老師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檔案 我應該寄給你們了 我等一下傳上去好了 老師今天的這個 老師手寫的 手寫的這個東西 那你們就是要去核對說 我將來要這樣子做的時候 做這樣子基本的分析 我要用到哪些程式啊 我要用到哪些程式 對不對 那個程式我會不會用 ok 去練習啊 然後不懂的回去看老師之前的影片 所以其實你應該 我們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啊 需要是這個是我頭痛的地方 新學生就特別難教 如果沒學過 好 老師要說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時代的趨勢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透過比較基因體 這個東西是新的啊 一個新的方式去認識 生命啊 當你去認識這些生命 現在用的方法 就是透過 電腦啊 然後資料庫啊 跑程式啊 分析啊 然後分析的結果 你可以講一個故事 這個是新的研究了 好 然後所以你要會這些操作 會這些操作 非常的複雜 那所以老師為什麼留了那麼多影片 放在老師的那個頻道裡頭 因為老師自己也會忘記 我自己練習過 我教你 我練習過 我才能教你 對不對 好啦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先 那我就不停止錄影了 等一下繼續錄 等一下就換雨子了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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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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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以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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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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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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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到了 跳掉了 是要打成叫實驗守則 好複雜 就跟以前一樣 還不是有方法 你在練是要看影片的手冊 實驗室手冊以前不是實驗方法嗎 對啊 是書本 參考書本 現在只好寫影片 影片號碼 對啊對啊 好來 來來來 YouTube 老師的頻道 我幫你剛剛弄的打成志 老師的頻道 老師的頻道 128位訂閱者 這個YouTube只有128個 有沒有 老師的這些影片 影片 老師的影片有沒有 老師的這些影片 什麼PoCP啊 Cluster啊 有沒有 這些影片 我的影片在這裡 全部播放 這些影片嘛 你要核對說你應該要去看哪一個影片 學著那個東西 有沒有 這個什麼 Coding Density 這個 或者是在Meeting裡面老師講過的 SignalP 有沒有 Signa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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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G Mapper Mapper 的Tool 有沒有 Van Diagram KGG 的這個 然後分泌的 然後 那個 起始密碼 中始密碼的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 氨基酸的 使用的這個頻率 GC123有沒有 這個地方 好 來了 來了 所以會很複雜 老師想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做基因體的分析很複雜的 然後又要用很多的程式 所以我們 第一個 老師已經try出來的 你一定要會 老師這邊 老師花很多功夫耶 去把這些 讀了paper 看人家用什麼程式 然後我真的去試 還把它試出來的 然後才教你 然後還叫你 拜託你去做練習 OK 那你怎麼樣把這些 東西收集起來 整理變成一個故事 變成你的論文 各位的論文就是這樣子 那老師比較擔心的是 新來的同學 或者是你缺課了 然後你沒做練習 所以老師留下影片 那你自己要去看 自己要監督自己 這樣理解了嗎 好 所以首先呢 所以首先呢 你可能要討論一下 你要確定說你 以哪一個 菌為主 這個地方 你要以哪一個 菌 為主 去做這些生物資訊的 學習 然後可以整理成一個故事的 論文 蘇琳 你有沒有聽懂啊 有 很複雜對不對 光基本的這些 分析 然後你還要拓展出去 去注解的 代謝的 對不對 甚至呢 拓展出 水平基因轉疾 或者是GC 對氨基酸 密碼的影響 然後分泌 OK 那老師要求就是說 這個部分你一定要會嘛 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會 基本的這個基因體比較 你一定要會嘛 因為我們就是在比較這個 Og Ri 這些東西要會啊 這七點 你要會 然後呢 功能性注點 這個是第八 你應該要會 然後 第九 代謝的這個地方 你要會 基本到這個地方你要會 那再下來就是額外的囉 懂嗎 拓出去以後 從分類以後 分類之外的 它已經比較偏向於 可能偏向於這個地方 老師這個地方 我想要知道 這個微生物的 演化 生態的這個軌跡 所以我去做了這個 G 氨基酸 密碼 什麼 這些水平基因 轉移 我想要透過這個地方 來了解這個微生物的 演化 生態 OK 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些應用性 應用性 所以我去研究它的分泌 系統 對不對 或者它的運輸系統 運輸系統 運輸系統 OK 或者是我去研究抗菌的 這個也跟應用有關 從基因體的 大小 然後到抗菌的 這個研究 然後抗菌 這個就有 應用 甚至呢 你可以 找到一個有趣的蛋白質 從這裡面 對不對 四五千個基因裡頭 你找到一個很有趣的 的蛋白 或者是酵素 然後我可以做到結構的 預測 學會這些就已經很厲害了 OK 看懂嗎 可以去德國讀博士 好啦 但是我要報進度 你要報進度啊 你要報什麼進度啊 那個 生長 那個培養基 最四生長 來來來 換給你 好 好 所以對 傑米是不是也要報進度啊 是那個立竹吧 是立竹 好 好 那今天要報是KFC之11的最四培養基 然後最四生長 還有KFC之16的最四培養基 然後豔陽 然後再來豔陽 然後還有那個薛老師 那個查的那個 素圖 然後首先KFC之11 就可以看到R2A跟YEM是有掌均落的 嗯 然後液態的部分 也是R2A 對R2B跟YEM 但是因為 R2B擋得比較好 所以就用R2B做 那個最四生長的條件 那在PH的部分 就明顯的看到是7的部分 長得最好 然後鹽度的部分就是0% 然後溫度的話就是4度C以上 其實它就有長了 但是它長的最好的話是25度C OK 四溫最好 對 好 然後16的部分是 因為它比較透明 然後比較小 所以拍照 那是粉紅色嗎 蛤 粉紅色 沒有它是透明 哦 比較透明 然後小顆 所以它拍照有點拍不出來 但是R2A的部分是有長的 可是 TSA這部分就是 比較有問題的是因為 液態 TSB 不知道是污染還是怎樣 它 可能是污染哦 對 它比R2B還高 這個部分總補一下 對 還是污染 對 所以呢 然後因為這個結果還沒有出來嘛 所以就還沒有做那個對視條件 然後艷氧的話 這是對那個Ctrl族 然後因為E.coli就是堅信艷氧嘛 所以它都有長 然後P是耗氧菌 然後 16跟11的話都是耗氧菌 在艷氧的部分都沒有長 對 然後接下來術圖的話就是 是薛老師加的 對 薛老師那個查的樣品 然後我畫NJ跟MP 然後 兩個結果都是跟那個 Peple的一樣 對對對 跟Peple的一樣 好的 結束 好 有分我們來講 跟薛老師講這個事情 遇不到它 然後停課停到期末 對啊 好 好 應該地主也要報 如果報下去的話 應該會很久 對耶 要報什麼報很久 我要報那個 就是現在一些實驗檢果的整理 好啊 沒關係 可是有一些東西沒有很完整 這樣OK嗎 那 那就是禮拜四 禮拜四我們是3點半嘛 對不對 禮拜四是誰要報Peple啊 我忘了 柏偉 柏偉 對啊 所以只有柏偉跟你喔 柏偉報的Peple不會很難吧 應該是 柏偉你要報什麼Peple 老師我要報病毒學的Peple 我的媽呀 病毒學的Peple 那禮拜四 陳老師你1點半到3點半有課是不是 對 那還是要3點半開始 好 沒關係 那看時間好了 好 好不好 好 好好好 所以就是 就是 沒有老片很開心 你的論文弄不出來 應該是禮拜四沒有了 嘛 宇泽應該是 明天不是要報告了嗎 對 明天報完 那你剩下就是改論文 那禮拜四那兩個吧 立足跟柏偉 傑敏呢 傑敏你要進度報告嗎 啊 我不擠 他們可以先報 好 那你下了吧 老師比較 傑敏跟樹林應該是沒問題啦 就是我們當初就是乖乖的有做 練習 從去年對不對 剛好停課有做練習 所以有學到東西 立足了就沒做練習 這老師會擔心 然後柏偉也是嘛 還有一個新來人是誰 有沒有參加 有有有有 疑勳 疑勳 對啦 就是說 怎麼樣踏入這個 這個領域 OK 就是要怎麼學會這些 程式 老師也沒辦法手把手教你 老師是以前教過了有錄了影片 好 所以就是 疑勳 你自己要知道 我今天會放在那個 我的那個 Youtube 你知道我的Youtube嗎 我的Youtube在哪裡 老師的Youtube在這裡 老師他說他知道 好 這個這個這個 老師的Youtube 這個 細菌 成 你可能要從 前面的這些影片去核對說 你要看哪個 影片學什麼東西 好 因為就是生物資訊的時代 老師跟學老師也都沒學過這些東西 然後剛好就是 去年 停課 我花了很多時間 把它玩出來 好 所以老師也是要學習的 所以老師上次不是講說 老師要把那個 Genome Island的那個城市 再跟各位再講一遍 好不好 剛好趁這個停課 然後我們就多一次meeting 然後帶大家做練習 好 好啦 太晚了 五點半肚子餓了 好啦 我們禮拜四見 老師拜拜 好 拜拜 老師拜拜 好 拜拜 徐老師現在 你兒子回來了沒有 沒有啊 他在學校 他們有時候上實驗課 哦 我以為說他也停課回家了 沒有 他要分兩 他們都分兩種耶 他沒有像我們全部停課 沒有 我們系上好像 鄭老師也是 有在上實驗課 真的 知道耶 水石系也都停課嗎 還是有回實驗室 上課 因為有些實驗沒有上 怎麼上 怎麼 以前 上實驗課 實習課要全班同意 好像有 有部分 就是18格還幾個輪流散 用這種方法 好吧 我說你兒子回家陪你了 他也是在上實驗課 那你的實驗課呢 我沒有 我這學期沒有實驗課 你這學期沒實驗課 我這學期都學修 實驗課 不是照樣用 網路上課 講一講就 就只能這樣子 還好我的實驗課是上學期的 不至於停課的時段 OK 好像每一年都下課 吃飯了吃飯了 你要做運動 五六月 傑米我們課後你跟我LINE 問我問題 傑米走了 傑米走了 沒關係我用LINE跟他討論 我有跟傑米講 OK 好啦我掛了 我收拾 我不能重心 或者留給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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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